2006年,神奥君甩给聂远200万 我的年纪等不了了,这钱你拿去筹备我们的婚礼吧 聂远嗤之以鼻,对不起,我不能和你结婚,我爱上别人了 在家里面,在装修家里面的那个窗格子都有打成大喜字的样子 你俩要结婚了 然后就没结成 他是神医喜来乐中风情万种的赛西施 千娇百媚一颗质,美艳绝伦无人籍 他曾与聂远苦练十年,却被人横刀夺爱 另外的人进入他的生活,一年之后我才知道 然后我是亲戚朋友,包括他的家人当中我是最后一个指导的人 为何33岁转身嫁给乾隆后代 是聂远太绝情,还是沈奥君贪慕富贵 觉得受到伤害了,确实是受到伤害了 聂远和沈奥君在上大学时就认识了 那时的沈奥君还很年轻,而且长得也很漂亮 聂远对他一见钟情,便展开猛烈的追求 两人男才女貌,班上的同学别说是多羡慕了 后来出了社会,沈奥君并没有回到自己的东北老家 而是留在上海与聂远一起打拼 两人就这样每天都在设置组里跑来跑去 虽然辛苦些,但是一点也不影响他们的幸福 2002年,沈奥君和聂远合作了电视剧《大堂情史》 作为恋人,两人有着极好的默契度,把剧情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剧中,沈奥君不仅美艳动人,而且演技可圈可点 之后,他又参演了《神医喜来了》里面的赛西诗 沈奥君把赛西诗的那种风情万种演绎得淋漓尽致 也凭借此角色演艺生涯到达了巅峰 聂远却一直不温不火,之后的几年一直在剧组里演些配角 那时的沈奥君可以有多爱聂远 如果他的鞋带开了,沈奥君可以不顾及周围人的目光 立马蹲下去给他系鞋带 他可以放着满屋子的衣服和包包不背出去 但是他如果要看,他可以像总秀一样,一样一样换着来 而聂远也让他十分依赖 沈奥君是个路痴,可不管他在世界各地的任何一个城市 只要他打电话来,都会清晰地告诉他应该在哪个路口转弯 可就是这样美好的感情,却没有撑到一个完美的结局 相比较沈奥君的深情,聂远则像个多情浪子 两人的爱情充满了危机,聂远曾说 演员这个行业为什么容易产生感情 大家,你想两三个月在一起 我们俩又演对手戏,又谈恋爱,天天在一起 除此之外,两个人还在性格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而且隔阂不断 沈奥君成名早,大男子主义的聂远则并不希望他在演艺圈发展 不想他抛头露面,更不能接亲密戏 2004年,沈奥君已经在娱乐圈闯荡多年 虽然没有大伙,但也小有名气 参演了不少精彩作品 看着同学好友都结婚了,沈奥君有些着急了 曾多次侧面问过聂远,但对方都已 什么都没有,怎么筹办婚礼推托 就这样,沈奥君又等了两年 可对方非但没有动静,还对他变得格外冷漠 电话不接,短信不回,总用拍戏太累找借口 对于沈奥君来说,十年的感情他爱得非常卑微 一直以来都是百依百顺 什么都听聂远的,他知道 聂远的发展不如自己 因此一直没有提出结婚的要求 但他们已经谈了十年,是时候谈婚论嫁了 于是,等不了的沈奥君准备了200万的彩礼 等待着聂远上门提亲 殊不知,沈奥君考虑得再好 对方丝毫不为所动 就在他准备做一位美娇娘时 聂远反而有些不耐烦道 你朋友没有告诉你吗 我和小师妹已经在一起好长时间了 那一刻,沈奥君值得自己就像傻子一样 他自以为跟聂远的关系很好 但不知道是男友的心早已不在他的身上 原来聂远和自己的小师妹已经在一起一年之久 据说聂远和小师妹很早就产生情愫了 偷偷地在交往 直到沈奥君求婚 聂远这才不得不说出实话 十年的青春,十年的感情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很珍贵的 他闹过也挽回过 结果等来的却是聂远与小师妹结婚的消息 分手后的沈奥君开车走在同样的道路上 再次迷失方向的时候 依然会习惯性地要拿电话询问聂远 此时他才恍惚 那个属于他的导航早已不在了 他一边流着泪往前开 一边在想 我一定能自己找到我想要去的地方 一定能找到我要去的地方 其实我认识的 只是就是一种心 太依赖了 就是一种依赖了 然后我就觉得 一个人 一个人迷路一点都不可怕 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迷路 分手后的他一个人提着六个行李箱 离开上海去到了北京 只是因为这个城市再也没有他爱的人 他几乎是逃离那里 这段感情的遭遇 让沈奥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沈奥君的事业也因此陷入了停滞 但是他对这段感情没有任何怨恨 我觉得不能怨他 因为我觉得到今天我知道 虽然没有人告诉我 但是我确实是通过我自己的方法 我知道他结婚了 而且他太太怀孕了 我非常非常的祝福他 我希望能够 即使我再跟他没有任何联系 我都希望他父母健康 我希望他们夫妻两个 能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 我觉得我还是爱过他的 不然的话我不能从心底里面 在这样的节目里面 给他最真挚的一份祝福 而他的家人为了他的婚事 也是焦头烂额 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 后来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他的老公是爱心觉罗的后代 2009年 石澳君终于化身为最美新娘 与自己的爱人携手走向了婚姻的殿堂 之后生了孩子 一家人幸福生活在一起 反观聂远 与小师妹结婚以后 一如既往的桀骜不驯 两个人脾气暴躁 时常大打出手 最后聂远近身初步 结束了四年的婚姻 虽然石澳君一路风雨飘零 但庆幸还能忠于内心真诚选择 一个女人一生所求 不过就是岁月静好 我想沈澳君得到了这份幸福 太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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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委屈